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手剁肌肉 趁著肌肉價格還沒大漲 民眾趕緊採買 以這家熟食肌肉攤來說 因為肌肉產地來自台東 不受這回醃水影響 但來到生食攤就不一樣 而且肌肉食這麼多 一定會影響 價格上一定會影響 為何波動 一隻毛重五斤的全肌 原本賣420元 現在漲到450元 漲幅7% 賣賣要用的三身 除了肌肉漲價 豬肉算數維持原價 魚雖然沒漲 但是因為受到中南部暴雨影響 市面上幾乎看不到石木魚 肌肉攤老闆直言 因為大皮疾脂被淹死 再過幾個禮拜 一隻雞價恐怕破500 下來有沒有比你平常 消費還要好 有啊 當然有啊 會很多少 會 水淹南部菜價同樣連番漲 以菜市場價格來說 竹筍從原本一斤35元 漲到45元 漲幅近三成 高麗菜也漲到40元 漲三成 地瓜葉漲更多 從30元飆到50元 漲幅超過六成 因為菜便很少 就一半沒來 量便少價格也跟著漲 民眾買菜買肉得算得更精 三零新聞馬家好 吳雅亭 SN找出台北報導